大家好 我是中原工商鋪Marco 今集會為大家介紹一座 耗資3億港元進行活化的寫字樓 不單止交通相當方便 而且還提供多元化尺數選擇的高質素操控 LT Tower 位於觀塘創業街31號 是創業街及紅塘道的交界 距離牛頭各港鐵站只需要幾分鐘的暴程 配合新開通的團馬線 令到交通網絡更完善 非常方便 這裏是香港其中一個CBD東九龍的商業圈 亦都受惠住觀塘市中心的重建項目 這一帶的發展將會更加蓬勃 大業主用了接近3億港元去進行活化 打造成今天我們見到樓高14層的全玻璃幕牆寫字樓 地下和一樓是雙舖 其餘都是寫字樓樓層 現在正在分批地招租 入口的地台和牆身都鋪在天然石材 而且還要對花 樓底有接近5.1米高 非常有氣派 而且做了一個很有立體感的假天花 非常漂亮 標準寫字樓樓層基本為一層14火 單位面積大約由500多至1100呎 物業間隔靈活 租戶可以按需要合租 如果想租兩個單位或以上打通去使用的話 業主還會幫忙拆牆 變相單位的面積變化 會由數百呎到全層如萬平方呎都做得到 可以滿足到不同的需要 適合各行各業進駐 這裡可以24小時出入 所有單位都用上獨立冷氣 而且每個單位都會在大堂的位置 配置獨立的洗手間 不單只可以提高私隱度 還可以配合我們現在的防疫需求 除了10樓以外 其他樓層 大部分的單位都用上了落地玻璃窗 令到採光度很好 另外12號的單邊單位 會有兩面的落地玻璃窗 如果需要大約1500至1800呎的單位 可以考慮租用兩間5號至12號之間的單位 如果要求大約3000呎的單位 可以考慮租用1號至3號A的4個單位 因為儲位歸邊 比較容易規劃空間 10樓的大部分單位都是相連平台的特色單位 如果業務上要招呼客戶 就相當適合 全層的樓面面積有大約1萬平方呎 好像我現在身處的12樓 是大廈比較高的樓層 租戶可以有較大的發揮空間 去配合自己的需要 非常適合中營和大延的企業進駐 另外如果有租客想租用2000多呎以上的單位 但又用不着全層 業主亦都提供了一個很貼心的option 可以在這裏做間長 提供3個由2000多呎到5200呎的單位 給準租客租用 膠樓標準方面 單位長身鋪似高級的長子 並裝台假天花 地台亦都鋪似地毯 租戶可以截散裝修費用和時間 即租即用 業主現時的意向租金 介乎為每呎港幣 大約$21至$26之間 而且還會有牙外優惠 以這座剛剛活化完的高質素寫字樓項目 配合地段加周邊的配套 這個租金算是相當值得用 如果大家對LT Tower的租盤有興趣的話 請記得找回我中原工商店 Marco 多謝 待在你訓練,約配一個賣 piano 少爺豬Co 工商店